哈囉!各位玩家們晚安! 這次小妹要和大家分享 復刻地獄集 暗地裡的守護者 美麗的內心 隊伍選用仙女座安獨洛當隊長戰友 龍刻的部分 玩家們可以購買這次的特殊商品 玄之藥爆龍咒 能夠擋死一回合 再加上藥精的成員的30%攻擊力加成 還能轉版面上最多屬性變成水膚石 只是 小妹我都打完了才發現 已經來不及了 但因為重錄已經沒有第一次的意義存在 因為第一次真的很重要 你們說是吧 接著來看看小妹的實戰過程吧 第一關因為沒有技能 所以就快速帶過囉 來到第二關 敵人在回合開始前 會隨機將場面上一種膚石 轉化為水膚石 並且敵人生命越低時 攻擊次數就越多 敵人的攻擊力不高 再加上隊長戰友千女座 會有50%的擋傷 如果真的不小心 因為沒有打死 也是沒有關係的喔 來到第三關第一條血 是中盾 在這邊手傳就可以了 畢竟小妹發現 仙女座安德洛的擋傷 真的還是蠻厲害的呢 來到第二條血 回合開始前 敵人會鎖定場上的火符石 若消到1粒被鎖定的符石 全隊攻擊力會減少20% 也就是消到5粒全隊攻擊力就變成0囉 因為消除鎖定只是沒有輸出傷害 而不會影響到回復力 建議玩家們可以起技能 先將鎖定符石消完之後 等兩個仙女座技能都跳了之後開技 靠追打就可以把敵人打死了呢 接著第四關 可以分兩回合來攻擊 先鎖定右邊小怪打死之後 再打左邊小怪 因為左邊攻擊後 會隨機轉一橫排水珠 這樣子下一關會比較好轉捉喔 第五關 第一條血 每一步會扣除1000滴血量 在這邊不需要開技能去擠技能喔 只是玩家們必須要留意 有轉到星珠來回血喔 來到第二條血 附加消除重置 會將致命步伐消除 玩家們就直接開小局 這樣按符石爆掉 再開雙仙女座就能輕鬆通關囉 只是在影片中小妹一直忘記還有另外一個仙女座的存在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呢 第六關 X型燃燒10% 在這邊只要想好路線 留意轉星出來回血 再期待一下有天降 也是靠著仙女座的追打 希望能夠順利通關囉 最後來到玩關的第一條血 這邊需要大爆發 這樣能開的真相技能都開啟之後 記得一定要開龍客 絕對要開龍客喔 不然會和小妹要殘免 只能小心轉星珠回血把技能洗回來 再祈禱不要斷星珠 剩下一點點血 真的是好討厭喔 如果小妹的手轉可以再厲害一點就好了 你看忘記開龍客就是這樣子 那小妹在這邊因為浪費了太多的時間 但我不想要浪費各位玩家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快轉通關囉 在這邊附上一張有開龍客之後 原來仙女座也可以打破葉的傷害呢 第二條血的部分 在第一回合必須要疊木珠 不能手削到木 在最後手轉 把能開的技能都開開 就可以順利通關囉 希望小妹的影片有幫助到大家 順利剪好 剪滿三成就囉 如果對影片有任何建議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到最後門下鍋 你怎麼會喜歡? 知道這隊友営業 請回到等級標籍 點心 變成功 這隊友営業 可以 咱們的技能 托一下 把握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